1938年4月,时政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的张国焘,利用继黄帝林的机会离开延安,脱离他亲自参与缔造的中国共产党,踏上一条不归路。 脱党是一件严重的事,所以他做得很机密,连妻子杨子烈都不知道。 杨子烈回忆,最初还以为他受命去西安或其他地方从事机密工作去了。 心中还责怪他不对自己讲,又不好意思去问任何人。 他做梦也想不到丈夫会脱离千辛万苦参与创立的党,就是张国焘本人恐怕也是始料不及的。 杨子烈说,过了差不多快一个月,并未见到国焘回来,也未有只字给我。 我心中虽难过,也休于去问谁。 这是两种心理在作祟。 第一,因为共产党在秘密工作时代,谁未负责该想工作,谁就不应知道该想工作的秘密。 何况那时白色恐怖很厉害,同志们知道党的工作秘密越少越好。 十数年来我就养成了这种习惯。 第二,国焘是我的爱人,最亲爱打人。 他走向何处去,竟不对自己讲,问别人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事,别人还能讲吗? 离别将近七年了,才相聚数月,竟有不告而别。 我在盛气之下,更不愿去问他人了。 差不多过了一个月,中组部来电话要杨紫烈速去一趟。 他还以为是恢复他的党籍。 心中一场惊喜。 他在上海与党失去了多年联系。 好不容易到了延安。 组织不信任他。 没有恢复他的党籍。 到了中组部。 陈云将他请到一个房间低声说。 紫烈同志,你知道吗? 最近党内发生了一件震惊全党的大事。 他惊奇地表示自己一点也不知道。 陈云紧皱眉,低着头告诉他。 国焘走了。 随后,陈云交给他一封信。 国焘有一封信给你。 他在汉口等你。 你去不去? 他满心想去找张国焘。 恨不得马上能看见他。 一时不好意思出口。 指低声说。 我考虑一下。 陈云看他大富便便。 问他有几个月生孕了。 他说六个月。 陈云异常关切地说。 那你要好好当心。 如果有同志们闲言闲语。 你来告诉我好了。 张国焘的信很简单。 大义是。 自恋贤妾无碍无媚。 不告而别。 请妹原谅。 我在延安苦闷。 现到汉口等你。 希望妹写爱尔凯威来汉口。 信是四月初在西安写的。 那一天是五月十六日。 也就是信到延安已有一个多月。 他突然发现。 过去熟悉的同志见到他变得冷淡。 从前的笑容不见了。 他感受到了事态炎凉。 人情冷暖。 四日上午他去见毛泽东。 刘少奇、张文天都在。 他还没开口。 知道内情的人热烈地走近他。 和蔼得轻轻在他肩上一拍。 四认真又诙谐地大声笑着说。 好呀。 子烈。 国焘把你丢下。 跑了。 他好半天才强自镇静地说。 他为什么要走。 我不明白。 我想去汉口找他。 问个明白。 把他找回来。 好呀。 你若能把国焘找回来。 那你就是共产党的大功臣。 毛泽东高兴地伸出右手大拇指。 刘少奇亲切地对他说。 自裂。 到我那里来玩吗? 他回忆。 张文天紧绷着一张布尔什维克的脸。 好像没看见他一样。 昂着头。 站起身。 一声不响地走了。 过了数日。 他见到李富春。 正式提出去汉口找张国焘。 请组织不批准。 李富春回答。 上中央开会决定。 然后再通知你。 那些日子。 怀有身孕的他忧心忡忡。 常常茶饭不思。 暗自流泪。 在人前还要强忍泪水。 终于等来了李富春的答复。 中央已经开过会。 决议你不去汉口。 小孩子将来仍然可以送到莫斯科读书。 他再也忍不住泪水。 双手掩面痛哭。 不。 我要去。 我要到汉口去看看国焘。 他给中央写信。 声称自己要回故乡湖北乡下去生孩子。 三四天了要无回应。 他于是去中组部找陈云、李富春问。 李富春铁青着脸粗声粗气地说。 中央开会时。 毛主席决定不要你走。 组织部不管。 陈云温和地轻声问。 孩子有几个月了。 他说七个月了。 陈云低声说。 要走。 就快走。 杨子烈立即爬了几个土坡去找毛泽东说。 毛主席。 我想回家养孩子。 你批准我吧。 毛的声音很低。 那时组织不管。 你去找他们。 他恳切地说。 不。 我刚才从组织部来。 傅春同志说是你决定的。 你们两处。 你推他。 他推你。 那怎么行? 你看我大着个肚皮。 跑来跑去。 实在跑不动了。 你现在就干脆写张条子给我吧。 正在写文章的毛泽东提笔在白纸上写了。 让子烈同志回家吧。 一面写一面说。 你是好的。 一切都因为国焘不好。 现在国焘已被戴笠捉去了。 戴笠是什么人。 你知不知道。 他是国民党的大特务呀。 你去了汉口以后生养孩子的一切费用。 党都可以负责。 你无论任何时候都可以回到党里来。 毛海意味深长地要他转告张国焘一句话。 我们多年生死之交。 彼此都要留点余地。 靠了这张纸条。 杨子烈带着孩子还有妹妹离开延安。 张国焘夫妇1949年转居香港。 1968年来到加拿大波伦多。 杨子烈与张国焘育有三子张海威、张湘楚、张渝川。 三位皆在美国与加拿大发展事业。 一篇文章透露说。 经周恩来总理特批。 张相处50年代在广州中山医学院学医。 1968年张国焘夫妇来到多伦多时。 长子张海威在加拿大多伦多教数学。 二儿子张相处在美国纽约当医生。 三儿子张渝川在加拿大多伦多当工程师。 三十九月。